游子离乡背景 凭工作 尝尽了人间百味 每到农历七年佳节 即使回家的路再拥堵 也要回家团圆 那要开心吃上一顿年夜饭 一路平安到家是首要的条件 那今天就叫你几招简单的步骤 自行检查轿车 开心的回家过年 农历几亥诸年倒数六天 游子们开始计划回乡过年的路线 避开高峰时段车龙 如果车子性能欠佳或半途抛锚 就会延迟回家的时间 要一路顺风 出发前检查汽车引擎自然少不了 车厂业者分享 凡是出远门 司机必须注意轮胎 引擎润油 刹车器等功能的操作 因为这些部件一旦出状况 就会造成车子失控或引发车祸 所以驾驶前确保一切顺利操作才好上路 轮胎作为唯一和路面接触的部件 司机必须检查车轮是否松动 胎压是否合适 还有花纹有没有磨损或刮痕的情况 当然后备胎也需要检查 以备不时之需 接着就是检查引擎润滑油 由于引擎用金属打造 零件之间的摩擦会散发许多热气 引擎润滑油就是扮演协调角色 车主必须在引擎冷却的情况下 取出引擎油针来检查 确保不少于最低油量水平就行了 看这个level在这里 到这里那个level 通常看那个黑油没有黑油 如果比较黑油因为很多carbon 所以现在我们做了水平 那个黑油是黄色的 已经做了那个水平 车厂业者透露 车厂这几天才开始忙起来 游子们纷纷把车子送来检查 尽管回到SST时代 但维修费价格保持不变 没有涨价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即使周车劳顿 也要在农历新年佳节回乡团聚 出发回乡前就花点时间检查汽车 毕竟安全至上最重要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周如轩 吉隆坡报导